而在国内今天新增了34例本土个案 指挥官城中依旧点名最担心的就是基隆的远景 还有小吃店传播链 其中确诊的4个个案最新基因定序结果已经出炉了 是属于Omicron亚型BA.2.3的病毒株 这个是国内第21条Omicron传播链 也是第3条BA.2.3传播链 目前初步研判很可能是越南病毒株 而专家认为在社区可能有多条隐藏传播链 只能靠打疫苗落实防疫来保护自己 最关心的还是在基隆的传播 因为牵涉到的地缘性稍微比较复杂 近期不明感染源累计超过10条 城市中也谈言基隆群聚是目前最关心的 源头到底哪里来跟先前的个案有没有关联 最新经定序结果出炉 基隆小吃店的这个群聚的定序结果有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四案 这个是我们等于第21个不同序列的Omicron 它跟我们先前的本土的这个Omicron都不一样 它是属于BA.2.3 基隆小吃店景源群聚案新的基因定序出炉 是Omicron BA.2.3变种株 目前看起来比较像越南病毒株 跟先前和平院区护理师 以及五分浦店员两条BA.2.3变种株传播链都不同 是第三条BA.2.3传播链 BA.2.3这个其实没有特别说 跟BA.2或BA.1等等这些 有实际上在这个比如说重症率或者死亡率 或者传播力上有明显的不同 它就是属于BA.2的一种 从就医人数来看 一线医师就发现民众似乎防疫松懈 这可能会让病毒有机可乘 一旦疫情失控恐将影响民众日常生活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